那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I部分,我刚刚讲过,就是最后做出来的就是这样,上面是记得就是什么,Change Layout,把它改成那个Linear Layout,那当然除了Linear Layout之外的话,还有很多Layout,这些Layout的话,其实比较常用的,导视Linear Layout,或者是Relative Layout也OK,不过你一个版型不是只有一种Layout,你可以很多Layout,它的观念其实有点像在做网页啦, 网页里面的话,有那个什么DIV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网页,你可以排个版型,是不会问题的,而且可以很多种版型结合在一起的,那我们这边的话,就是先用Linear Layout,Vertical垂直的,然后上面的话放三个东西,放四个,四个元件,第一个的话是用TestView,然后底下放三个Button,那上面的名称主要是要改两个,一个是按右键,上面的文字就是ADTest, 这个IDTest的话,基本上是显示什么,显示里面的,上面的讯息,第二个,记得按右键再来更改他的ID,他的ID部分的话呢,就是我们这边名称,请各位这个ID是给谁用的呢,给你将来的Activity,所以Source里面要撰写程式的时候,撰写程式的时候是看这个,那画面上user看到的是这个,所以这个是给那个,我们coding的时候的人看的啦, 然后就是Android,这是Source,那这个是画面上,那再来的话,其实它底下是一样的,不过呢,各位有没有发现,其实常常有同学会问到说,这地方为什么会有惊叹号呢,对,很多同学都会问,其实这个惊叹号如果让它消失的话,非常的简单,不过可能要再做一点事情,这等一下会再讲,也就是说,它这个地方会牵涉到所谓的多国语系的问题, 什么叫多国语系呢,因为你这个电话号码,冒号这几个字,如果你放在这里的话,基本上是写固定的,也就是说,当然如果你是在台湾的user看到,是OK的,可是如果是外国人看到的话,比如说日本人好了,那日本看到的话,他看不懂电话号码这几个字,或者韩国人看到的话,或者大陆简体字,或者英文语系的,那怎么办呢,所以呢,你必须怎么样,把这几个字, 放在哪里呢,放在这个resource,RES就resource里面的那个values,values目录里面,会有一个stream,自串的支援,一个stream的xml的档,那你要怎么样,要做多国语系,那怎么做多国语系,我想有点复杂,等一下再来讲好了,我们先step by step,那做好多国语系有几个优点,第一个你的惊叹号一定不会出现,第二个呢,如果你的user是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,他都可以download你的app,那你的市场,从大概五六百万